好了 同学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条座边里面的Circle的问题 我们一起看看它说什么 它说有一个是Circle 然后它的Center是-32 Circle的Equation是给你 就是x²加y²加x-4y等于12 给了一个Point P25是外面Circle 然后另外一个Point Q就是onCircle so that PQ is a tangent 它叫你找PQ的长度 这样的题目一幅图都没有给大家 自己是需要画个图出来 也都是这些题目是最挑战的地方 我们不用怕它 先画个十字架 然后-32大概在这里位置 然后你可以Random画个Circle 基本上我就在这里画个圆圈 虽然有些样子 不要紧的 让自己看到就可以了 然后画个P出来 这个当然了 Center叫C 我叫C P在哪里呢 P在一个地方 在外面Circle 这个叫P 我们叫做25 接着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 PQ 是一个Tangent 对吗 对吗 放大一下图 Tangent 即是Q现在在哪里好呢 Q我们要是 很小心 你现在有一条Tangent 当然是要穿P的 对吗 那你就将 譬如你如果有把间斜的话 你将你的间斜慢慢移向Circle 令到你的Circle 是 跟Tangent 穿P的直线 是刚刚碰到的 你看到我刚才怎么说 那当然了 OK 这一点就是我们的Q OK 这一点就是Q 那当然了 你说阿sr 我呢 其实我都很醒目的 我知道是否应该有另外一点 对吗 那些同学都很聪明 我可以在上 亦可以在下 对吗 其实无所谓 Q在上和下 得出来的PQ的length 都是一样的 例如我现在再画一条 好吗 再画一条线 然后 OK 这一点就是Q 那条题目都是叫你找什么 就是找出PQ的距离 好了 那我怎样去找出这个距离呢 那同学就需要记起 就是一个Tangent 和它那个叫做Radius 那个的关系 那么 CQ我们连起它好吗 CQ这条线 这个叫Radius 是不是 那我们看到原来 Tangent和Radius 是垂直的 Permedicular 那没有问题 喂 有垂直 在座标上面 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好了 那下一步怎么做呢 下一步呢 我们当然了 也不要放过PC这个距离 我们把它连在一起 好吗 所以现在我们就会有一个 直角三角形出现了 我们要找PQ 是吧 那Radius有没有呢 Radius可以找到的 R可以找到的 而我们的PC这个距离 还有C和P的座标 一样都可以找到的 好了 那我们就开工了 好了 PQ我们怎么找呢 PQ这一个 就是Radius 那我们先看看 那很多同学呢 他都喜欢用 completing the square 这个方法 是去找出来的 那没有问题的 就是自己用回自己 适当的方法 那 如果譬如这一条 那我们就会将它 complete x加3 whole square 同一时间 就要减9 然后呢 这一边 y就要减2 whole square 同一时间 要减4 那你才会是balance 这个completing the square 这个动作 同学 希望大家就可以记一下 好了 那当然 就是我们也是 将个-9-4 是送回去右边 所以应该得到就是25 那所以Radius 就exactly 就是开方25 那就是5 那如果同学呢 我会想快点 直接点 那你也可以记公式的 那Radius 我们在那个Circle上面 那可能有些老师都会教 那我们也有一条公式 是可以给到大家的 那 那公式就是什么呢 那公式就是 那你是将 那个叫做 x的coefficient 那我们先 是把它是 除2 先 take whole square 再加上 那将y的coefficient 就是-4 也是 除2 take whole square 减 一定要减 小心点 这个12 我们会搬过去 就变成是-12 我们叫做 一个general form 好吗 那它就会是- -12 就take whole square root 这条公式一样可以算到的 那是没问题的 那同学呢 自己去决定 这个是9 加回4 再加回12 是吧 一样是出到5 好 那我找到一个radius 就是5仔 是不是 那欠个什么呢 欠个PC呢 PC很简单 好 那我们是PC 那我们拿回两个coordinate 去双减了 那我们不如用2 减回是-3 那就是2加3 是吧 就加回我们的5 就减回2 c的y座表 take大root 好吗 那这个里面 就应该25 就加回是9 所以应该是root34 那我们不动它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用py fact 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就是pq的square 就加回r的square 就等于我们应该是pc的square 那所以pq的square 那我们刚刚计出来 应该是5square 是吧 pc我们刚刚计出来 应该是开方34 所以我们是square root34 给它一个square 那然后呢 就是 就是 发减回它 是吧 加回是25 那这里呢 爆出来就是34 cancel了互相 那所以pqsquare 就是我们的34 减25 那就是我们的9 那所以最后呢 我们算出来的pq的tangent 就是正3的unit 那我们也想给另外一条 是short cut的公式 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这个呢 sillibus里面是没有的 同样有需要可以自己上去 就是上网自己看一看 那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tangent的length 是trough的一个circle 那它那个公式呢 是怎么做呢 那很简单的 你只要首先呢 是将你的circle 是变成general form 首先这样吧 减12 全部送到左边 有个很重要的条件 我们一定要确定 xsquare ysquare 前面 它的coefficient 是 一定要是1 那如果不是1 那怎么办 那你就全世界一起 除回那个数 是吧 譬如前面是2 2xsquare 加2ysquare 那你全世界就除2给它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得了的话 那我们那个 link of tangent link of tangent 我们就会有一条公式的 那我这里呢 我就不proof了 不如就纯粹给我参考一下 那就是将什么呢 将我们 那个p那一点的座标 p那一点的座标是多少 25是吧 我们将它呢 是sub in 下去 这条circle里面的xy里面 那就是将2square 加5square 加6乘2 减4乘5 再减12 再给一个大的square root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 link of tangent 4加25 是吧 自己按一按机 这个呢 同学就应该是比我的 这个cancel了 是不是 让它大root 它先 那所以最后呢 就应该是root 是9 所以都是出3的 那当然呢 我考试呢 就是我不太建议大家 是这样出这条这样的公式 就是因为如果你记错了 那你可能一分都没有的 你计对 那没问题 应该是会照纳分的 但是一错 就是所有step分都没有了 所以我自己建议 这条公式呢 如果有些同学是真的想背的话呢 你可以背 但是你应该要拿来对答案就算了 希望呢 这两个做法呢 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link of tangent 在circle上面的用法